再来看到是世界卫生大会WHA 5月就要登场了 台湾有没有可能受邀进去呢 在最新的一个现场 就是在伊波拉病毒的视讯会应当中 萧美琴跟唐德赛难得同框了 也就是这样的同框 让台湾政府其实士气大政 认为进入WHA其实是蛮有可能的 再加上美国政府其实是蛮挺台湾的 但是看在专家的学者眼里眼中 认为其实不要太乐观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视讯会应 其实都算是蛮多的 不太容易就能够帮助台湾进入WHA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一中的问题要解决之后 所谓台湾进入WHA 这个情况才会比较有可能的 那么疫情在还没结束的情况之下 大港开场如期举行 两天涌入了万人 大就怕会成为防疫的破口 高雄市卫生局出动了上百人 规劝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同时不可以边走边吃 饮食的话请到专区去享用 赏进来可以必须要实名制 只是因为南台湾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部分民众口罩实在是没有办法 戴好戴满 还是出现了边走边吃的情况 小心如果被抓到的话 最高罚1.5万元 今天台语老哥搭配摇滚乐伴奏 旧情不仅夜眠眠还能很Rock 大港开场1年2天涌进数万人 嗨翻周末 但怎么防疫却是大问题 床内上百名工作人员举牌 提醒戴口罩 但仔细看舞台摇滚区人群中 民众被大太阳狂晒 实在太热又太闷 有得把口罩挂下巴 甚至拿掉头头起 被大太阳晒到口干 谁让民众刷起萌萌贯走边喝 还有一头纪念品参区 粉丝们排队两三个小时 也要抢到限量商品 但实在太饿 人群中拿出汉堡面包狂嗑 但这些行为 恐怕通通成为防疫破口 戴口罩蛮热的 天气太好了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民众参加大港开场 除了全程戴口罩 严禁边走边吃 要饮食必须前往专区 也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进到室内场合要实名制登记 旅券不听最重罚1万5千元 大概有98%以上的民众 都能够主动戴上口罩 警察人员劝导后 参加大港开场 民众都乖乖戴上口罩 但卫生局还是要提醒 MENTO疫情缓解 参加大型活动防疫措施 还是得做好做慢 记者蔡仲勋 王淑宏 ASP小组 高雄岛 台湾是机车王国 我本身也是机车一组 我骑机车要干嘛 就是要戴安全帽保护 但是如果天气热的话 其实说实在话 安全帽不管是全套或半套 你会闷 闷久的话 其实蛮容易流汗 那么汗就直接被 安全帽给吸收进去了 所以你们家的安全帽 到底是有洗还没洗 来这个标题告诉你 安全帽呢 其实比马桶的细菌 还要再多百倍 到底安全帽哪里最脏呢 好了 其实安全帽上面 我们顶部这个地方 因为你会流汗 还有你的头发也会出油 或是我们头发 会抹一些法品等等 所以都蛮容易脏的 所以网友怎么提供 网友说 其实最脏的 还有下巴的那条袋子 记得要洗一洗 每天洗头 可能也是多少有点帮助 但是最好的是 现在安全帽内衬 都可以拿来去洗 记得洗一洗晒晒太阳 是比较好的 不要一直带 然后都不洗都不换 这样子 嗯 汤